不過面對像這樣子一抗爭就連綠營 現在似乎也有人跳出來說這是民主嗎 說這句話的就是蕭美琴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看到了 為了要挺建和四回去開會 表達他們這樣的一個反核訴求 抗議權重昨天是包圍了立法院 而且是直接以任務生來擋車擋路 就是要求立委止境不出 不僅是行政立法兩院院長 必須要以車隊突圍 就連民進黨籍的立委蕭美琴 陳塘山也遭受波及 而且蕭美琴當下也跟民眾僵持 也直言的說 這樣子限制人身自由 是我們要的民主嗎 看起來綠營方面 似乎也有些立委覺得說 這樣子其實不算是 非常民主的一個表現